大家好 好 有好嗎 好 也是要討論 有人說是聽到有聽幾個星期 沒關係 因為有人不一定有聽到 我也是 我聽到幾個星期 也是要親親 繼續研究 因為研究的意思 就是可以對自己的 法理的情緒 可以對你的親家朋友 可以說服 但是不一定 你很熟的時候 你不一定會說服你的朋友 不一定 所以我們都在一起 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我們就繼續來看 有的沒有聽過 有的有聽過的 我們就重新再看看一下 這個都是 我們進入到法理的台灣 那 關鍵性是因為 為人要考 竣手 所以 年代 月日 一定要弄清楚 我們這樣看 你考試的時候不一定喔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考試竣手有幾百題嗎 兩百題啊 而且在兩個小時之內 你沒有熟悉 你不一定會清楚 所以 五郎有聽過的話 就忍耐一下了 但是我們為了大家 重新 等於都是複習了 那這個法理呢 一定要常常讀 常常看 就像我們有一個高砂主說 你沒有講第一句話 我都知道了 你會面的一句我都知道了 那這樣的話就不必談了 那但是我們要研究法理 真正的 一個心態的問題 你沒有進入到台灣民政府 你一定會等待說 奇怪 怎麼沒有執政 怎麼沒有執政 有時候就會說 到底有真還是有假 到底真是還是假的 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的概念 所以 你可能會說 我們花了那麼多錢 怎麼都是一直在寫重複的 那但是我們同樣的參議員 還有軍手 還有內閣制的 內閣資源 我們還是以法理為主 那關鍵性就是說 大家一起來 來祈賓 好想 食肆 因為你將來要做 獨當一面的執政人 那個機會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上下班準時 下班不能有應酬 當然都是喜歡應酬啊 開槓啊 所以都花在那個地方 結果放棄了家庭 太太都很辛苦了 那還好有的先生 男人也幫忙做家事 這樣太太也傾傷 但是一般的台灣人 我們高砂嘴是大男人主義 那這些都是慢慢去改 那我們今天的這些的年代 初級班就早就已經聽過了 我就把最重要的看看 今天美國的戰略 那今天美國來到東南亞 訪問日本韓國大馬菲律賓 而且講得清楚 假如你中國 你一動 對東南亞的這個 例如菲律賓 越南 日本 開戰的話 歐巴馬就提出六條 那這個六條呢 第一個 公佈中共的官員好愛存款 而且還凍結 歐巴馬是沒問題 他們總統 一聲下令 一聲下令 就凍結就凍結 因為他們知道 中共的整個官員的 一些的錢在哪裡 不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國 中華民國也是有的 在海外的帳簽 在海外的帳簽 賬款都有 而且公佈哪一個有護照的官員 然後也要公佈高官家屬的名單 而且要公佈 有樓三九 他們那邊有二奶村 那中華民國會不會公佈 台商在中國的二奶村 他會不會公佈 不會啊 海中 如果我們自己台灣人 原配很可憐 所以有的說 我已經為了台商 我沒有國籍 我只有經濟 所以很可惜 這些都會 這個觀念呢 我們都一直在訓練 訓練 讓裡面的民進府也擔心 那有的是 假如中共官員繼續有這樣的話 就送到 關他那墨基地 那墨灣 這個是在關島那天 然後 中國的就 當作工人來看 那關西法 它重點是 雖然保護台灣人民 實際上 這個 台灣人民 他們是用 The people on Taiwan 跟那個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同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 隆重的台灣人 為什麼美國 不可以 不暫行 公投的原因 你們都知道嘛 為什麼 完全反對這個公投 台灣獨立 奇怪 你們台灣人 有外國人 有中國人 有本土台灣人 是怎麼 當作 倒票 和選舉 為什麼同樣 不一樣的人 就一起選舉 那這樣不是 這個本來就是不合理 但是 中國民國就是 給你們做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的親朋好友 他們不知道 你要怎麼去說服他們 他們還是 還是要去選舉啊 因為我有領到 幾百萬的裝繳費啊 有的裝繳費 他自己 錄在自己的口袋啊 那這些都是活活活生生的 我在台灣的中間 所以這個要改 真的不容易 那今天 安倍晉三 他用去年的4月28 這個4月28是 舊金山和平 是1952年4月28號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肖日 好 那這個生肖日呢 他是 安倍晉三 可以做主權的回復日 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是在 今年四個禮拜 我們登出聯合自由時報 也登出了 希望這個殘餘的主權呢 真的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還是台灣的地位 可以國際正常化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今天 要成為 國際地位正常化 就是好像兩行的條件嘛 美國 你們這一次那個 不曉得有沒有參加美國 我們的律師 從台北一直到高雄 這個有五場的講習會 那無論是律師也好 或是美國司法部的總檢察署 副檢察署長 Scott 他也來到 也講得很清楚 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 香港美國是正常的 繼續走 這個繼續走就是 我們的資料還不夠走 為什麼到了最高法院的時候 到最高法院等待選制 然後在那邊擱置呢 因為我們的資料沒有矯正 就是因為 給臺灣民政府 可以在臺灣的臺灣人的目標 可以積勢 和參與 既就 本來四十一萬 現在可以 縮小到五萬個身份證 然後四千個人受訓 那四千個受訓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獨當一面 不一定 就像我們的能力 我們自己有 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訓練 常常訓練 就是愛 會當 我們的開力的能力 達到美國的要求 那這個都是一定要幾次的訓練 你看 臺灣民國的訓練都是一個月 還是兩禮拜 而且一禮拜 兩禮拜 收訓的時候 很多都是 都也是 可以領 遊玩領 下禮 那臺灣民政府有嗎 沒有 自己犧牲 就像你們自己的犧牲一樣 做影韻 然後彩色的 又給朋友 這個都是你們付出的代價 因為做大工程 本來就是這樣 請就像我高山族 兩年久 本來要六州 台北州 宜蘭州 台東州 新德州 台南 高雄 本來這個六州 是有高山族 自治委員會 高山族的宿委員會 六州的辦公室已經做好了 但是我當主席那時候 我沒有給他成立 我是希望說 希望我們五州 可以在六州 背對六州的辦公室 裡面在那裡 來幫忙 來上班 本來運忙是這樣 但是 也困難 因為高山族 在山上 高山族大部分 也是在山上 那在北隊的高山族 也有了 但是 都是國民黨的關聯 都是國民黨 你怎麼講 還是國民黨 所以選舉的很高興 選舉很好 高山族說 啊 當年 每天 每年 選舉這樣比較好 因為 有山地 有山 有豬 可以吃 所以 村長說 各位高山族 的少年人 青年 請問 可以 但是 歐盟 不可以 歐盟 歐盟 來開 為什麼 歐盟 可以有人 進去 有好康 對啊 還有 第二天 山豬 那個水溝 山豬毛 那豬毛 都是 已經殺過的豬 所以 高山族 這樣好啊 雙股 可以吃 還可以吃 所以 這個都是 全部都被國民黨包辦 所以要雙股 說 犯綠的 犯藍的 綠的 真的不可能 除非你給他錢 因為 所以 原住民 國山族 沒有固定 收集 都是靠天吃飯 所以 我為什麼 不成立 辦公室的 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 秘書長早就告訴我 說 雅父 我們把高山族的 都到平地州 你覺得怎麼樣 我 這樣好啊 為了 當然 秘書長沒有講說 不要成立辦公室 當然也有可以成立 但是一旦成立以後 那個 計程 哇 高山族 沒有辦法 開銷 很高 你看 每週的辦公室開銷 自己州長 自己 現在州長改為知識了 那知識 副知識 郡守 都想盡辦法 去那邊做 因為 各州最少有 五萬 六萬 七萬 八萬的一個月 那些 綁州啊 租金啊 那是只有租金而已 那國山族有沒有 沒有開銷 所以我說 我不可能成立 所以現在的國山族 都到平地州去學習 因為我國山族 沒有曾經過當執政的機會 沒有那個機會 也沒有那個經驗 但是 後面有機會 有嗎 有 當然 台灣民政府嘛 所以這個都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在座的高山族 不要失望 雖然說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事務委員會嗎 不是自己的組織怎麼沒有 怎麼跑到平地州了 不是 那個是活動 活動 活動了解 一定要彼此了解 我們有一次 第一次 審查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台灣基本法 還有組織長程條例 有六個大法 竟然有幾個童心說 啊 高山族啊 國民黨都給他們一年七十多億 那麼多 五十幾萬而已 七十幾億 哇 這個 有一個高山族的說 請問童心 你怎麼知道是七十多億 這個七十多億 中華民國預算 但是 真正全部都跑到 高山族的生活費嗎 沒有 沒有那些好康 都到哪裡 建設 都到建設 建設的時候 哇 進最多的預算 五五勝 那個是民 我本來不知道 什麼是民 什麼是暗 有民的預算 還有暗的預算 還有追加預算 有的追加預算 比原來的預算還要高 有這樣啊 這樣不怪 真的是詐騙集團 哇 想到死了 但是不可以死了 不要死了 不要死了 我們的時間還不夠 我們是 換路 換命 會頭一天 這樣好嗎 好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拼命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自己的要求 所以整個都是 你我參加 為的是要突破 那麼多的肥卡 在中華民國政權裡面 除了剛剛所看的那些 貪污慣例的人員 也是因為你 因為你可以影響別人 因為你來影響別人 這個是很大的工廠 建築師 他是不是自己操作 建築師要蓋大樓 他是不是自己親自操作 沒有啦 只有價位 看有多少 誰去做 工人 有工頭 還有工人 有白天 有綁鐵的 大部分都是高砂族 危險的都是高砂族 所以一段時間 危險的還沒有入保的時候 有幾個我認識的 至少有五個掉下來 有的死掉 有的是半生不睡 一直到現在一直到死 有沒有給他們慰勞 都沒有 只有給你幾千塊而已 一數一數 所以老人年輕 雖然高砂族是五十五歲 因為我們平均年齡五十五歲 很少七八十歲 我爸爸雖然是八十四歲 但是不多 那在一般來平均來說是五十五歲 所以就五十五歲 零 老人年輕 我已經零了 三千五百塊 但是零以後呢 也是不夠了 所以像這樣的狀況 造成這樣的事情 都是因為中華民國 讓敖拜執政的時候 改變 改變 你看 不論是六千元 或是七千塊 六千五 或是三千多 的老人年輕 你們知道榮民多少嗎 有的一萬四 有的一萬七 要看他的 本身的階級 你看 全部 你看秘書長講說 真正 露營膏 暗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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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破銅爛鐵 去找那些的 自由回收的 都是台灣人 可憐 真的可憐 可以改嗎 當然可以改啊 這個就是在我們的手中嘛 所以 因為了你 然後影響別人 那這個人 這個人 又影響別人 那是 成功的領袖 我相信也是 你們有沒有聽過死懷者 他有四個博士的學位 最後他到非洲 把他下半生的 全部的奉獻給非洲 來幫助設立醫院 你看 在38歲就 到非洲的叢林 服務了52年 一生就在那邊 他死懷者也是神學家 也是牧師 哲學家 音樂家 那他得到和平獎 記者問他說 什麼才是真的有價值人生 他說 能夠有對象可愛 而且有事情可以做 有願望 這就是人生的代價 所以民政府就是 給台灣人願望的機會 這個都是 都可以改變的事情 馬丁路德也聽過嘛 馬丁路德他 改變這個黑奴 他本身是黑奴的牧師 他放棄教會的工作 然後就去傳播 黑奴努力這個不平等的制度 希望美國的白人改變 但是那時候美國的白人 真的沒有辦法接納 本身的教會也是一樣 白人的教會在那裡 黑人的教會在那裡 所以馬丁路德說 這樣不公平 人是公平 世界人權的時候 人人都有平等 世界人權的宣言 講了很大的一句話 那這個馬丁路德呢 他就影響了很大 所以他帶動25萬來抗議 所以也會在林肯當總統 就是因為有上下的受影響 就解放黑奴 你們知道那個黑奴 所以他們喜歡種的 因為也會很會做 那有的人喜歡青的瘦的 這樣比較小 所以這樣把人當作動物 這樣不公平 這樣不是人 所以改變這個嫁達 這個是大工程 今天改變中華民國 讓中華民國趕出去 那更大的工程 能夠我們的秘書長 控告美國 全世界哪裡有看到 一個國家不能被控告 國家是免訴權的 但是我們林志森秘書長 聰明智慧 他用人權跟我們台灣的地位 來控告美國 讓台灣不常常受這個虐待 回到正常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些兩項可以改變 美國和日本 你可以改變 你看中華民國的總統 要到美國 還要排斥 還要做國會議員 在那邊討論 在那邊爭來爭去 你們在美國國會議員 也是一樣 跟中華民國立委 也一樣 因為美國國會議員 也有些被中共綁裝的 給他錢 也有法帕 你們在國外住的 法帕 也有綁裝 民進堂 民進洞 也有綁裝的 國民堂 也有綁裝 國務院的國會議員 所以都在那邊爭論 為什麼說 奇怪 民政府不是要接政 是怎樣 欠你久沒 那就是國務院在那邊爭來爭去 因為美國是自有人權的 也尊重 既然是人民的代表 也要尊重 但是最重要還是 美國軍政府 國防部 那個才是我們的背後 只要我們成熟了 訓練四千個人 而且能夠獨當一面 為什麼 秘書長很客氣說 不要只有四千個 我們大概要增加 既就三四百個 四千三 四千四 因為有的減倍 還是比較 考慮他們自己的能力的 有時候知難而退 有時候會休憩 有的是不一定的時間 所以請假 但是今天 真正美國認為說 到了時期 已經成熟度了 是不是到四千多個人 也說不定 不一定是有夠還是不夠 要看美國的看法 因為在美國的情報局 在我們 2010年6月29號 兩個中國人EGFA簽約以後 其實美軍至少一千多個人 早就已經在台灣了 我是新竹縣的 苗栗縣新竹縣有個樂山基地 雷達是東南亞最強的 看得清楚 看得 東南亞的國家的總控 都清楚 不是只有那裡 在台灣裡面也是清楚 今年的6月左右 全部已經設好 台灣政府 台灣整個島內 都已經架手監聽了 所以你怎麼去哪裡 你講什麼 假如真的要抓 簡單的事情 修誇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亂說 你一旦違背了 那你自己要負責 要破行 這是以後好拜的事情 專門那些扯後腿的人 沒有啦 我參加初級班 高級班 我參加五官 五官 沒有啦 沒有這樣啦 都是騙校 這樣被錄起來 被監聽 執政的時候 不一定 變身就是你 他啦 不是你啦 所以這個都是 都有可能 因為美國整個都已經掌控 陸海空都掌控 那我們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要打破的 除了認定身份的錯亂 大家都很清楚 流亡政府 我不必解釋了 這個都是一般命令 我們看看那個 鮑威爾2004年 他講得很清楚 台灣不是不熟 中華民國也是不熟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中國的政策 我們看過影片 只要你看過影片 也是講得很清楚 沒有光復節 10月25號沒有台灣光復節 這是美國官方的文件 而且台灣不是熟在兩個中國的 台灣不是哪裡的國家 也是講得清清楚楚 這是官方文件 不是人民 不是人民組織 是寒風 美國寒風 所以以後呢 中華民國的這個字都下架了 都是用台灣的 用Native Taiwan 還是Taiwanese people 美國都是用這樣 沒有Republic of China No Nothing 那些都沒有了 所以 講得很清楚 台灣不是 獨立國家 也不是有享有主權的國家 連那個 萊斯前任國務卿 也講得很清楚 這個都 我們用 這錯亂的身份呢 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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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華台北都是錯亂 棒球賽 那棒球賽 很多都是高砂組的 連到美國的那幾個選手 日本也不少的 當然都是台灣人都很強 那這些都是錯亂的 這個中華中華加油 這個都是錯亂的 這個都是錯亂的 好 在 有看過這個相片 你看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黨紀錄 弄一半的 這是馬英九連任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 他也代表有沒有機會變成人民政府 平民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他也知道這樣的路線 因為戰爭法的規定 你征服了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成立當地的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成熟以後就變成政府 有兩個路線 第一個是殖民地的話 獨立 不能割讓的話 本身就是他的母國 這個兩條路 這個都講得很清楚 好 我們看那個 中華民國 每年預算兩兆元 已經增加了 今年的預算 稅出稅入都兩兆多了 這個名的 不曉得多少 然後 他現在 中華民國用民族主義 來分裂我們台灣人 來發行中華卡 甚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他們 美國說什麼 他們馬上學到什麼 所以他們要注意 我們知道有自己的DM文宣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就是 路線就是往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民政府的路線 就是我們自己 美國所發行的旅行證件 美國194個國家 有來往 我們免簽證 拿到了旅行證件 就有94個國家免簽證 這個免簽證 就是代表你現在的身份 這個旅行證件 是因為你是被佔領 你才有旅行證件 你才有旅行證件 沒有PASSPORT 這旅行證件 當作PASSPORT一樣 但是真正的PASSPORT 真的是護照呢 每個國家的護照 有黃色 紅色 甚至是綠色不是國家 綠色不是國家 有的深藍色 紫色 只要綠色的 就是獨立關稅領域區 這個獨立關稅領域區 意思就是你不是國家 是只有 經濟上貿易上是來往而已 但是一個獨立的 不是國家的 所以你只要聽到 台灣獨立關稅領域區的話 台灣就是被佔領 所以有的 你看到平坦 這個阿米斯特 在那邊跳舞 也到平坦 他們已經設好了 這些都是 他們用這個中華卡 好 連那個外交方面 我們看看 2009年4月 甘比亞總統來到台灣 馬英九以總統獻禮歡迎 這個是2009年 但是到了港年喔 11月14日 突然甘比亞就宣佈 以台灣斷交 這是自由時報 這是新聞燈的 是不是甘比亞 合台灣斷交 是不是 不是 是跟中華民國 我們從來沒有跟人來往 也不是國家怎麼可以建交 但是馬英九他們這樣政府 花了不少的錢 來蓋幫助的那些肉小的國家 連那 他們在2010年大地震 這個海地最高法院的新樓大廈 辦公室大樓的時候 大地震被毀掉了 結果他們請求台灣支持 一千六百萬美金來幫助 這個都是花不少的 同樣今天我們看到 今天台灣這裡當局 是中華廟蔣介石集團 用這樣的重聲說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這個都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但是我們看看 當時 38年的戒嚴時期 然後到6月 1949年6月15號的時候 一塊錢 換四萬塊 這些 全部的財產 都當掉了 1949年12月的時候 全部佔領台灣 這個蔣介石要強迫男人當兵 這個就是過去的歷史 我們也要突破這些開羅宣言 這開羅宣言 不是國際條例 是memo 是自己幾個領袖 幾個政府領袖 在那邊做一些紀錄本 而不是一個條約 好 在 1950年 聯合國案例會否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 美國侵略台灣案 這件事情呢 我們注意看這個年代 本來開羅宣言跟波斯坦宣言說 台灣是應該要歸回到中國 但是 因為韓戰爆發 所以 在 他們說 欸 中國 中國 周恩來就派五修全 九個人小組 到聯合國去 控告美國說 美國在佔領台灣 結果聯合國說 你拿出證據來 要拿證據來 然後到了差不多一兩個月 還是中國 拿不出來 最後就被否決 所以被否決 所以被否決 所以那時候聯合國是已經固定成為官方文件 台灣不是 中華民國的領土 也不是 也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的文件 而且在聯合國已經記錄得清楚 那今天台灣人的學者說 沒有啊 這是以前的事 都在那邊 把你們自己片效 台灣民政府自己自己做創作的 創作不是這樣的文件 林志森秘書長哪有這樣的 有大膽來做這樣的事情 早就被抓了對不對 早就不會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 因為秘書長的遠見 其實三件事情 我們來思考 我們秘書長的遠見 第一件 他以戰爭法國際法成立台灣民政府 本來蔣介石來到這個地方 要成立民政府 他不成立 他成立什麼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那這個行政長官公署 變成台灣省政府 結果李登輝本來說要凍結 要廢省嘛 那美國不贊同 不能廢省 一廢省的話 就廢掉平民政府 因為這個是行政長官公署的前身 就是應該要成立民政府 但是蔣介石集團 不要成立 因為要霸佔 因為要霸佔 好像這個 哇 這個是我的 我來台灣 你看他們說千波 南京千波 都 首都千波到台北 千波好聽到 多忙啦 逃難啦 請求印度啊 印度他 這個達賴喇嘛 他們西藏到印度逃難 很可憐 那個地方 我們有去 去年他們有去 五十個人 我們民政府同心 他們不能隨便亂找 不恰當的一些的工作 為了生活 也是很困難 是美國在支援這一塊土地 奇怪啦 中華民國都沒到這裡 因為他用槍桿 來逼迫台灣人 所以台灣人怕 當然大家碰到那時候 我們都怕 但是這個事件就可以改變 原來就是要霸佔我們整個台灣人 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財富 都霸佔去了 所以唯一改變 就是爛台灣民政府 所以如果能夠來參加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在進入最大的工程 所以這個文章是 真真真 是真正的 任何國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民主進步黨 他們成立大會的時候 在英雄 這個民主進步黨跟國民黨 是不是對立 當時喔 當時是對立的喔 民進黨是黨外人士啊 哪個黨外人士都被軟禁 都被放在監獄 當然是對敵的 但是成立的時候 贏山是誰人的 宋美齡 宋美齡誰人 蔣介石 所以奇怪 蔣介石對敵民進黨 是怎麼民進黨可以在裡面成立台花 為什麼 為什麼 只有一件事情 蔣介石就告訴 民進黨的最大強力的一個組織團 是新潮流的 洪其昌他們那一派的 蔣介石就特別告訴他說 這是美國的情報局 跟秘書長告訴我們 說 國號你們可以成立民進黨 但是唯一條件是不能改國號也不能自選 只有一條這個一條 以外可以做 所以他們就接納 民進黨的第一線 有北京嗎 有萬英嗎 都有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有這樣的特別強調 不能改國號 所以阿比說 連任的時候 你不是要改國號 你不是要自選嗎 阿比說 我不能改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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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這一句話是大家 比較流利 以前都講的不是很流利 這一句話我很相信 比較流利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這是可以做 這樣好聽嗎 他本來就不能做 因為一百空四條 在那裡等阿比 那你已經宣誓了喔 已經宣誓就職為總統的地位了 然後你要改國號 你要改憲 你要推翻中華民國 一百空四條 在那裡等阿比 四路一條啦 違背以上四約者 接受一百空四條 一百空四條裡面去判死刑 當然阿比 我不能做 就是不能做 就是這樣 把人也不能做 所以 到最後還是在監獄裡面 摳連呆 好 我們看看他另外的 這個都是選舉造勢了 所以唯一的就是我們 民政府給我們活路 回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我們看看 我們在台灣民政府有 秩序有思緒學習的空間 彼此分享愉快心情的場所 得到生命長存的領域的學校 給社會有事情公正的交代 有安定幸福快樂生活盼望 因為有福利政策非常好 有人說 你奇怪 你們台灣人 後面台灣人 沒有錢 都是掏空 沒辦法 結果 我們很清楚 民政府給我們交代 中華民國 國防預算 你知道一年有算多少嗎 不夠那麼多 支支三千億 台幣 然後外交兩千多億 所以這個五六千億呢 我們不必開銷 因為陸海空是美國保守安全 假如高雄來的 台北來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高雄的美國學校 天母的 台北天母的美國學校 有擴大了 至少兩千多個學生 你奇怪美國人可以生那麼多嗎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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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母雞一樣一直生嗎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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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不這樣啦 就是因為很多的美軍 已經慢慢進來 當然他們會帶家眷 不過秘書長有交代 特別對於年輕的少女小姐要注意 文化不一樣 只要美军邀请你拎这杯 你接受了表示你已经跟他约 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这是美国人的文化 同样的我们男青年邀约美国女青年 他接受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做什么 那个是你的自由 所以这个都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琉球沖縄碰到日本小姐 或是被侵害了 被性侵害了 说这个美军都带来的一个破坏我们的文化 就是因为不知道文化 所以敖拜 我们民建户执政的时候 跟我们的宗家 或是我们自己的 女孩或是自己的孙子女呢 特别交代 不能随便乱拿美国人的这个饮料或是咖啡 这个都要训练 都要知道 是比较小心 我们都要很像大方嘛 你们一杯 你们一两杯三杯也没关系 都没有关系 但是美国就 他带你去哪里你就没有话讲了 这个要小心 好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有那么好的场所 都在一起 而且是不但幸福生活的盼望呢 也是我们有贡献给国际社会的一个机会 我很佩服秘书长有这样的元件 我们民政府福利政策多了 然后福利给台湾人民 我们有机会也要贡献给国际社会 需要国际社会受帮助的 这些都可以做更大的事工 那这些民政府 我们也很清楚依照国际法 海牙第四公约 征服者不能随便破坏当地的人民生命安全 今天这些中华民国有没有 有没有 迫害林情 真的很可怜 所以这个都可以改变 谁要去改变 台湾民政府下人 对 烂大家 这样好吗 好 希望 透过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有这样的互动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 一两分钟 好 好 只要你没有申请身份证 当然受影响了 你有身份证的话 就按照正常的步骤 因为我们也有专门负责的会计 因为我们也有专门负责的会计 我就回去 很简单 就换人 所以这个都要很简单的 好 这样到这里 给你们认论 好 可以不可以做 不是不可以做 我们可以继续做 这样好 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